好的 最后来看到的是1月13号晚大连京浦新区友谊街道办事处的女干部王某暂返回居住小区时 被门口负责防控的志愿者拦住了 要求其先登记个人信息 王某态度恶劣 随后拨打给社区另一名干部卢书记 要求告知志愿者让他通行 那考虑到王某是街道的领导 卢书记便告知志愿者简单登记后予以放行 但是电话中防控志愿者语句坚决 拒绝放行要求 之后女干部王某便自行进入了小区 1月14号 辽宁大连市纪委监委对该事件予以通报 王某受到党内严重警告处分 免职处理 卢书记受到党内警告处分 抗议是一场全民战争 需要上校同心 团结一心 那作为领导干部 更要带头遵守疫情防控纪律 以身作则呀 要以人民群众健康为中心 以抗议大局为重 对不合规的请托 绝不能开口子行方便 此次发生这样违反疫情防控纪律的问题 令人警醒 教育深刻 各级纪检监察机关要持续加大监督职计问责力度 对违反疫情防控纪律 失职失责等违规问题 坚决予以查处 最后呢 也为那些在寒冷中坚守岗位终于职守的志愿者们点个赞